新闻的热点 财经的试点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收看 今天是2019年1月4号 现在是下午5点钟 我是金强 一起来看这一时段的财经要闻 首先来关注我国探月工程 嫦娥4号的消息 国家航天局昨天晚上宣布 嫦娥4号月球车正式命名为玉兔2号 根据了解 嫦娥4号探测器的着陆区 缝卡门撞击坑 是月球背面一个巨大的撞击陨石坑 表面凹凸不平 因此玉兔2号将面临着 比嫦娥3号月球车玉兔号更大的挑战 那么经过改进以后的月球车 究竟是如何应对月球背面 崎岖不平的地势的呢 为了能够在坑坑洼洼的月面也能如履平地 月球车需要拥有强大的越野能力 而眼前这六个看起来普通的车轮 就是月球车行走在月面上的独特法宝了 我们知道当一辆车可以全轮驱动 也就是前后轮都有动力时 就可以保证车辆在前进和后退时的能力相同 这对月球车在月面上的倒车 避障至关重要 而为了应对月面上松软的土壤 月球车需要保证自己接地面积和摩擦力足够大的同时 自身重量更轻 因此 科研人员在车轮的材质和形状上 都做了特别的设计 我们做了一些地面力学研究 设计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弹性的塞网纹 通过这种宽度来提供一定的层压能力 再有一些小的细的月染 通过这个网就漏过去了 可以减重 经过这样精心的设计 嫦娥四号月球车在月球背面拥有了20度爬坡 20厘米月丈的能力 当然 它的速度并不快 根据设计 月球车每小时最多只能走200米 相当于一个成年人在60秒里只走了四步 昨天 嫦娥四号成功着陆月球背面的消息 不仅是中国媒体的头条 也受到了众多外国主流媒体 以及业内专家的高度关注 三大国际主流通讯社 美联社 路透社 法新社 都关注报道了嫦娥四号成功着陆 月球背面的消息 美联社还采访了美国太空建筑领域的专家 解读这一重要成就 今天的报道是关于中国的成功 ここ在het里的核心目介绍 呼f美洲地人的高度 pulled出 众多大像的零 地上的尾巴 这是人生争的成功 当然啊 西方的经济地空间 对中国的作品 练艺术地域 是很interess的 所以我们想知道很多奇迹 然后可能会更多奇迹 我们会解决这些奇迹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选择 美国宇航局局长布里登斯廷 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这是人类的第一次 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今日俄罗斯网站 使用突破性进展一词 总结了这次太空探索 俄罗斯媒体认为 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 虽然起步较晚 但正在快速赶上 英国广播公司在报道中 详细分析了这次着陆的重要意义 解释了嫦娥4号 如何利用雀桥中继星 将影像图发回地球 报道还说 这是一次大胆的任务 英国卫报也把这次着陆 定义为人类太空探索的巨大飞跃 最近一段时间 国际航空煤油出厂价格 不断地下降 航企也对部分航线的 燃油附加费进行了调整 一些航空公司最近宣布 将暂停收取国内航线 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 这意味着国内航线 燃油附加费再次步入了 零元时代 近日 海南航空 深圳航空 翔鹏航空等 多家航企对外宣布 自2019年1月5日零时起 暂停收取国内航线 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再次进入零元时代 航企表示 此次调整主要与今年1月 国内航空燃油价格下降有关 按照最新的 民航局的一个规定 我们的燃油附加费 现在都是 每位旅客收取零年 就是不收取了 八代委 还有那个民航局 也会发送一次 燃油附加费的 那个燃油的一个成本 采购成本的一个变化情况 我们是根据最新的文件标准 来执行这个燃油附加费的 那个收费标准 2018年12月5号的时候 油价的那个成本是 5711元每一吨 然后现在是 4798元一吨 2018年6月5日之前的三年里 各大航空公司均未收取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此后半年多的时间里 随着油价不断调整 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 先是经历了三连涨 后又在2018年12月5日 迎来首次下调 800公里及以下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10元 800公里以上航线 每位旅客收取30元 最近浙江周山500千幅 联网树变中端站 标志着 一个500千幅 交联聚西海浪工程主体完工 同时浙江各地 也采取了不同举策 保障春运期间电网供应 来看报道 该工程是我国电网史上 500千幅电压建设规模最大 技术难度最高的跨海联网工程 辐射三根由我国自主研发制造的 500千幅胶联聚乙烯海浪 单根海浪长17公里 是世界同类海底电缆中 耐压等级和输送容量最大的 未来将为周山群岛新区发展和自由贸易港区建设 提供强大绿色动力 对促进我国海洋输电技术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浙江省平阳县南极岛 是大黄鱼的重要产区 作为曾登上过G20峰会宴席的美食 年产值达1.6亿元 春节临近 大黄鱼的市场需求增长明显 由于需要冰线保存运输 国往平阳宫电人员来到南极岛 专门对渔场开展安全巡视 对用户设备进行故障排查 同时为岛上搭建微电网 保障春运期间运输需求 南方连日的低温雨雪天气 使浙江临安的电网负荷不断攀升 目前当地用电量达67.7万千瓦 创历史新高 较去年同期增长5.79% 记者看到 杭州市临安区供电人员 正在做电力负荷分析和预测 并协调各输变电设备提前检修 加强电网电压管理 确保春运期间 区域内设备运行安全 国际方面 最近欧洲很多地方 遭遇到了恶劣天气的影响 2号因为暴风雨席卷波罗的海地区 波兰北部沿海地区 开始出现了大风大浪天气 另外3号波兰境内的 塔特拉山脉地区 遭遇到了暴风雪天气 高山地区的积雪厚度 最高达到了165厘米 2号波兰气象部门发布了 沿海地区风浪天气预警 据上传至社交媒体的视频显示 当天 在格定尼亚和海尔等地 大风卷起大浪 巨大的海浪直冲向海岸线和防波堤 而在岸边行走的人们也不得不加快步伐 以防被大浪带来的水汽打湿衣服 此外 在海尔 强风还导致一些树木被刮倒 3号波兰境内的塔特拉山脉地区 则遭遇暴风雪袭击 当天 三名气象人员前往位于塔特拉山脉的一处气象站 进行气象观测工作 据上传到社交媒体的一段画面显示 当气象人员打开气象站小屋的门看到 积雪就快要没过房门 并已经把门封堵住 为了外出进行观测 他们不得不用雪橇把雪刨开 艰难地爬到了室外 而当天受到暴风雪影响 室外能见度也非常低 据报道 尽管天气恶劣和受到雪崩的威胁 气象人员仍不得不每六个小时外出 进行测量工作 青少年在使用手机的时候 会留下很多所谓的数字足迹 美国的科研人员目前正在开展一项实验 使用手机的应用程序 监控青少年的心理状态 防范抑郁症等心理疾病 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抑郁症影响了大约300万美国青少年 并且在过去十年里 这一比率还在攀升 与此同时 智能手机在青少年中的使用率 也在不断上升 因此有科研人员表示 是否能够通过智能手机的使用情况 检测青少年心理活动 为此 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手机应用程序 程序里的人工智能 可以检测青少年手机使用时的情况 例如打字速度的变化 声调的转变 聊天时候的选词 或者是宅在家里的时间长度等 通过蛛丝马迹 判断青少年是否有抑郁症的前兆 美国智能手机精神病学运动的领导者 托马斯·因赛尔说 在青少年使用智能手机时 有多达一千种潜在的生物标志 可以成为抑郁症发生的预兆 研究人员将对青少年平日里的表现 与他们应用程序的数字足迹进行比较 可以预测抑郁症发生的几率 它让我感觉很棒 因为我感觉很多年养 都没有认识他们的情感 我感觉看到他们 是一个很健康的方式 对你与你的责任 北京时间1月4号凌晨 环球足球奖各项大奖公布 最终C罗拿下了年度最佳球员 和年度最佳进球两项大奖 而这次拿奖也成就了C罗 在这个奖项上的三连冠 由迪拜体育局举办的环球足球奖 刚刚于北京时间1月4号凌晨 揭晓获奖名单 C罗受邀参加颁奖典礼 并第五次拿到环球足球奖的 最佳球员奖项 而与他竞争该奖项的另外两人 则是姆巴佩和格列兹曼 此前他曾获得过2011年度 2014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的最佳球员奖项 我非常幸福 2018年 已经完成了 已经完成了 我一个人 我喜欢挑战 我现在的新生 现在是在Juventus 我希望赢得最多的赢 2018年 C罗接连在欧足联年度最佳球员 世界足球先生 以及金球奖的评选中 输给莫德里奇 无缘个人大奖 此番 梅西和莫德里奇 都没有入围这一奖项 C罗顺利击败姆巴佩和格列兹曼当选 这是C罗加盟游文后 获得的首个个人奖项 环球足球奖创办于2010年 是迪拜国际体育大会的组成部分 而迪拜国际体育大会 是由迪拜体育局组织开展的 一项高规格的国际体坛盛事 融合论坛 颁奖 展览 赛事交流等活动 最初 环球足球奖是为了表彰足球领域 优秀的经纪人和俱乐部经理人 从2011年起 开始增设最佳球员等奖项 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报道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 有限公司了解到 2019年1月5号零点开始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计划 17辆超长版时速350公里 复兴号动车组 将首次辆向金户高铁 首次投入运营的 17辆超长版复兴号动车组 全长439.9米 再见